下面我们看一下小调支线第二种 以七级和弦为中转站的一个进行 注意七级和弦的中转站的进行 它与四级和弦不太一样 除了它的干线进行上 除了七级和弦和三级和弦以外 其他的和弦才能够进行到七级和弦 也就是说三级它不能进行到七级和弦 所以说六级二级属和弦主和弦下属和弦 可以进行到七级和弦 然后从七级和弦出发 也可以进行到我们的六级和弦 二级和弦属和弦等等等等 另外我们的七级和弦 还可以进行到中转站第一个中转站 四级和弦 这样就综合起来了 比方说一级和弦到六级和弦 六级和弦到七级和弦 七级和弦再到四级和弦 四级和弦再到七级和弦 再进行到主和弦 也就是说除了三级和弦以外 其他的都可以进行到七级和弦 七级和弦可以进行到任意一个和弦 但是七级和弦如果进行到下属和弦的时候 还必须回到七级和弦 才能够回到我们干线 那么这样讲可能有些朋友并不太明白 我们举一些实用的例子 那么实用的例子 我们首先来看一个 特别实用的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一级和弦 我们六级和弦到七级和弦到一级和弦 这样一个例子 比方说我们从我们六级和弦开始 从六级和弦开始 六级和弦进行到七级和弦 再进行到我们的主和弦 这样一个进行 也就是说以七级和弦为中转战 六级进行到中转战 再直接到主和弦 配上和弦就是这样 旋律的进行 这个和弦进行非常的有旋律的特点 非常具有歌唱性 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 在流行音乐里面非常常见的一种进行 六级到七级到一级主和弦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举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 它是一个B小调的例子 B小调 B小调的例子 它的进行就是 刚才的六级到七级到一级主和弦 六级到七级到一级主和弦 这里又是六级到七级到一级 六七一 反反复复的六七一的进行 这是和弦非常常用的一个进行 小调B小调 好 这是这样一个例子 下面我们再举一些 以七级和弦为中转站 比方说我们的六级和弦 我们主和弦 我们主和弦 进行到中转站 七级和弦 再进行到主和弦 这样一个例子 主和弦 到中转站 七级和弦 再到六级和弦 再到我们的六级主和弦 这也是一个常用的和弦 进行 一七一 好 那么除了我们的一七一以外 还有常见的 把这个一级和弦 变成四级和弦 变成四级 好 这个就是四级和弦 和起来就是 这是一个综合进行 从四级进行到七级 再进行到一级和弦 两个中转站 四级到七级到一级 这个和弦 是四级 四级到七级 这个旋律 依旧保证了我们刚才的 A C La 这是对同一段旋律的两段 不同的和弦 一个是一七一 一个是四七一 那么针对这两个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举一个例子 好 好 那么这是一个C小调 C小调 一开始是主和弦 结尾是主和弦 好 那么我们继续配下面的 下面的呢 就是我们刚才用到的一个语绘 一个语绘 四级到七级到一级和弦 这里 四级 F音四级 到七级降B 好 再到主和弦 好 这里 是个 鼠和弦 鼠和弦 配上鼠西和弦 鼠西和弦是基因 那么这里呢 要注意 这里是个大三和弦 有个人工导音 在这里 人工导音 向上 好 下面呢 就是依旧是主和弦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171的一个进行 171 1 好 1 7 1 好 17 这个例子呢 分别使用了 使用了 471和171的进行 471 471在这里 471 171在这里 171 下面我们来听一下 好 尤其感受这里的471 171 那么这种配法呢 主和弦前面不是鼠和弦 而是中转站7级和弦 7级和弦 下面我们再举一个综合的例子 好 这个呢 是深F小调的例子 深F小调 我们先配上我们的最后的主和弦 主和弦 好 深F小调 一开始呢 注意 一开始是个三级和弦 并不是从主和弦开始 因为这里呢 并不是整个曲子的开头 好 这个呢 是进行中的 进行中 我们节选的一段 所以这里呢 我们配上三级和弦 三级和弦 是一个大和弦 大三和弦 好 配上一个三级和弦 好 这是一个三级和弦 那么下面呢 根据和弦 根据旋律音啊 这里呢 应该配上我们的啊 一个自然的一个和弦 自然的一个鼠和弦 好 一 是以深C啊 深C 注意没有人工导音啊 人工导音 好 是个小和弦 鼠和弦进行到组和弦 下面就是组和弦 另外根据旋律音 也可以确定 升F A 升C 好 这是组和弦 那么下面呢 又是鼠和弦 到组和弦的进行 根据旋律音啊 根据旋律音 我们照抄 鼠和弦 到组和弦 依旧没有人工导音啊 那么再看这里 从这里开始 这个旋律 跟这个旋律 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我们就看 这里配的是组和弦 也就是A音是三音 那么下一小节 和弦要变化 A音啊 只有可能是五音 因为这里还有一个三音 在这里 所以这里呢 是 啊 是个 升F A 升C 一个 和弦 那么这里呢 是D 升F A 和弦啊 以它做五音 以它做三音 这里是以它做三音 以它做根音 这个是 针对同一段旋律的 不同的和弦处理 所以这里呢 我们配上一个D和弦 我们配上一个7和弦啊 7和弦 好 D和弦 下面呢 就是我们啊 要讲的 刚才使用的一个 671啊 671 这里是六 是六级和弦 这里是主和弦 那么中间呢 啊 就是我们刚才常用的 671的配法 所以这里配上一个7 7呢 就是啊 弦 这里我们配上一个7和弦 好 那么这样呢 这个和弦就配完了啊 就配完了 我们来听一下 好 这个效果呢 是非常纯正 是非常好的啊 非常好的 这里总结一下呢 就是我们 自然数和弦 进行到主和弦 自然数和弦 进行到主和弦 考虑相同的旋律音的 不同的和弦处理 啊 在这儿 以及最后的671的一个 小调的特有的和弦 进行 671啊 那么再听一下 好 那么这是这样一个例子 那么讲到现在呢 我们就将小调和弦 最基本的一些 进行的语汇呢 还有进行的基本类型 讲解了啊 我们回顾一下 整个教程 首先我们讲的是啊 小调的和声续径 五度关系法则 小循环圈 五度 小循环圈 之后我们讲的是 小调的五度 循环法则的一些特征 一些特征 然后呢 是五度循环的分类 分为三类 标准型 压缩型 扩展型 接着呢 我们讲的是 两种小调的支线 进行 AB A呢 是以四级和弦 为中转站的支线 进行 B呢 是以七级和弦 为中转站的 和弦进行 并且在这两种 和弦进行里面呢 我们都 讲了几种 常用的和弦语汇 并且呢 配了一定的例子 那么这个教程里面呢 例子相当多啊 相当多 但是情况呢 并不复杂 大家呢 可以啊 根据自己的情况呢 将我们这个教程里面 讲的这些理论呢 五度理论呢 使用进我们的和弦 编配当中啊 小调 记住一定要是小调啊 并且呢 注意与前面 大调基本进行 进行比较 看有哪些相同点 哪些不同点啊 不同点 那么这个教程呢 我们先讲到这里啊 非常感谢大家